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资物价螺旋效应之下呢 为了彻底驯服通胀 澳联储一路高高猛进 累计了加息400个BP 目前维持在高利率4.1% 而在高利率环境下不利于市场风险偏好 今年以来澳谷表现在全球主要股指中也是明显落后 高利率带来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下降 对经济的效应也在逐渐显现 那么后续利率怎么走其实就需要解答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经济数据是否允许继续加息 第二个就是通胀是否能够回归2%到3%的目标区间 那么首先来说经济数据是否允许继续加息呢 经济首要衡量指标是GDP 高利率下澳大利亚并未进入衰退 但是从GDP数据来看 GDP年率自20年9月至今持续下落 最新公布的23年2季度年率为2.1% 而BA本次利率决议也同样提到 经济仍然处于低于趋势增长的阶段 并且预计将持续一段时间 劳动力市场是另一个重要的经济参考标准 目前澳大利亚劳动力市场与疫情前水平相比 仍然劳动力紧张 但是呢也有缓和的迹象出现 23年5月至8月期间 职位空缺数量下降了约9% 较22年5月的峰值下降了18% 那么与此同时呢 截至8月份的三个月失业率也有所上升 自最低的3.4%上升至3.7% 经济疲软的另外两个数据支撑是 零售销售月率和生产力效率 最新的数据显示 生产力年率下降3.6% 生产力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力 生产率的正增长时的企业能够以比劳动力和其他投入品价格上涨的速度 更慢的速度来上涨自己产品的价格 甚至是降低价格 而目前名义工资增速攀升 生产效率持续走低 这会变相的加剧持续的通胀压力 因此生产率增长持续疲软是澳大利亚经济前景的主要风险 也是澳联储加息更为谨慎的原因 居民可支配收入方面 我们关注到23年8月澳大利亚零售销售额小幅增长的0.2% 表明消费者持续抑制零售支出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通胀是否能够回归2%到3%的目标区间呢 那么截至23年8月的12个月内 最新的月度消费者指数CPI指标上涨了5.2% 月度通胀率已经从12月8.4%的峰值持续放缓 水果和蔬菜的价格比12个月前已经下降了8.3% 尽管5.2%较澳联储目标通胀区间2%到3%仍有距离 但是月度通胀已经展现出加息的效果 物价持续放缓 澳联储维持利率可能就是目前最为稳妥的做法 本次利率决议声明中 RBA预测CPI通胀将继续下降 并在25年底回到2%到3%的目标范围内 当然后续仍需密切关注10月25日公布的季度通胀CPI数据 该数据将为澳联储提供更多依据来确认目前的通胀情况 整体来说 从目前的澳大利亚经济情况来看 我们依然认为澳联储并无进一步加息的强烈理由 澳大利亚利率在较长的时间内 大概率会依然维持在4.1%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相关投资产品的表现 澳股表现低迷并未受到利率暂停的提振 受隔夜美联储发出的鹰派信息 引发债券收益率的暴涨影响 关于澳元方面 澳联储如期维持现金利率在4.1% 并表示吞胀仍然过高 并保持温和的再次加息倾向 澳元仅小幅走低至63.44美分 受美元强势影响 目前澳元已经在历史低位 下方支撑0.62546 从中长期来看 澳元下跌的幅度是比较有限的 好了我们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不要忘记一键三连点赞 关注加转发 谢谢